其實臺灣現在去日本還是很多 聽說現在狂掃購物 因為潰力低 便宜 不管你是買電器 買二手精品 買酒 尤其叫那個威士忌 什麼什麼三期的二十五年 十八年的 白週的十五年 我跟你講 回來 就常常跟我講 小胖 你去美稅店 看到你就帶回來 帶回來一瓶 你賣給我 我就給你賺五千 他直接開價就說 你去帶回來 因為這個東西很少 尤其在機場裡面才會有 偶爾會出現 那一出現的話 你只要拿到一瓶 就是五千塊給你 白週 一個護照只能買一瓶而已 對 三期也是 所以說你 而且很難買 因為大家都在掃吃 掃吃這幾個威士忌 後來剛開始有清酒 什麼酒保田 萬壽 什麼踏忌 二哥三 甚至現在的氣泡膜 都有開始有人在收集 那其實在日本買這些東西 那個不便宜 膜大概一年 一瓶要賣到臺幣一萬塊 像我們以 假如說以踏忌二哥三的 二哥三的差不多已經很厲害了 那二哥三我們再買到 大概是五千五的日幣 回到臺灣的需求 開的時候 五千五的臺幣 到了大陸呢 你看到哇 踏忌二哥三 五千五的人民幣 這麼貴 對 他就直接 他直接就翻倍 那做的東西就開始 就像我們所講 他比較降機 尤其像威士忌 原原日本人其實要喝威士忌 很少 而且喝不多 這個大部分都有 都是外來的客人 像大陸客人去炒作這些酒 甚至說我們現在這幾年 一定要去的 像香蕉的 二手精品 你知道嗎 去那些二手精品店 賣的最多的是什麼 綠水鬼跟黑水鬼 中古的 二手的 一支都要上 比較乾淨的 比較新的 代保卡的 賣殼子的 大概都五十幾萬六十幾萬 臺幣 大陸人下手不手軟 那我們臺灣人會比較平 因為有些像香蕉藥的東西 你會去看一些二手品 都還蠻乾淨 其實我會跟大家講 像上野還有井座 為什麼他這兩個會最多 第一件事情 尤其在各務基地園旁邊的酒店 的一些二手精品店 你可以去觀光 因為有些火山轎子 去了以後 就買給小姐 小姐 現金你買包包給我幹嘛 馬上又回覆 盒子都沒有 菜都沒有包裝 就讓收據單 叫給二手精品店 他就可以打巴掌 他就賣出去了 賣現金 對 都會有這樣 所以說要去撿精品 很多人說 我又要去那製作 以前不是說購物太多 不是很麻煩 現在我跟你講 你非得放五天的行程 你非得放一天半 這兩天的行程 我就是要買東西 那不管說買藥裝 買精品 買電器 那其實在這邊會跟大家講一下說 買電器很多時候 Dyson 吹風機 水波爐 Dyson的吹風機 省很多錢是不是 對 省很多錢 尤其自衛知道 水波爐我們在臺灣 買這三萬多塊 將近四萬塊 在日本買只要兩萬多塊錢 好 空性清淨機 臺灣很需要 日幣 臺幣 算那麼多 讓那個 夏浦的清淨機 有沒有 空氣清淨機 你知道嗎 我去拿的時候 一台一台合臺幣兩千七百塊 你想到 兩千七百塊 你台灣買電器就要買了 而且是夏浦的 空氣清淨機 在臺灣一台就兩萬多塊錢 要不要翻 機票都算回來了 可是廚房家電會不會有電壓的問題 來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在廚房的家電 或是你的家電用品 只要說你插著 以前我都說 媽媽買的電池 就會插入十多年都還不錯 現在變得IH更聰明對不對 因為以前用電子式的 電子式的電壓 它的運氣比較大 因為我們臺灣的電壓是一百一十五 日本是一百 這中間的運氣會比較大 好 當時的電子的產品 會運氣做得比較 它是不容易壞 現在用IH用微電腦了 好啦 當我們一百一十五的電壓 或是一百一插進去的時候 它的工作溫度在一百 你會取你的電子用品 變得高電壓在工作 容易發熱 容易老化 所以電子鍋 以前的電子鍋可以用一二十年 現在三個月就掉了 因為你插著 永遠 它在高功率 高電壓在工作 你不需要用 要把它拉起來 可是電子鍋不可能拔 對不對 那結果會有個狀況 你要去買一支一百一十五 變成一百的 這樣你的電器就不會壞 常常會有說 現在日本的東西 你品質越來越壞 日本買電器 張老師就知道 日本買電器沒有讓你試擦試用的 絕對沒有 對 聽說也有人買 沒有電暖爐回來 有 我跟你講那沒有電暖爐 他是他是不可以帶 按照正常來講 不可以坐飛機的 坐船 你知道我看過坐船最離譜的買什麼嗎 買什麼 買電冰箱 真的假的 很便宜又好用 怎麼搬 跟臺灣不就有了嗎 我跟你講 日本的還比較新鮮 還可以 就像我們那個 後來LG有出那個電腦螢幕觸控的 你回去說我冰箱穿什麼 幫我把你看起來 我說冰箱也會看知道說你 你沒買什麼東西 怎麼可能 為媽媽這樣擠一圓那擠一圓 你看到哪裡 我跟你講 你就是進去的時候你要輸入 今天要騎乘 你要煮什麼 冰箱就跟你說 他去搬那個冰箱回來 結果我們講說你這樣回去會磕 磕磕讓他磕 算一算稅率 還比臺灣便宜一萬塊錢 要幹嘛不買 尤其在日本 很多我們現在被我們這些導遊 領隊交得很聰明 去買那個儲糞品 儲糞品不是壞掉 是過季的 過季的 你當季的 好像是去年的 你知道一過季 一過季新的出來 就等一下 那價格一當 就是剩三加三分之一 買Dyson的吹風機 所以在臺灣是這個文婉說 他買是一萬五臺幣 對差不多 在日本買只要八千塊 七千塊 我記得我朋友是去買七千塊 對 七千塊 所以 差這麼多 所以一支差八千塊臺幣 你只要買三支 機票錢就夠了 真的 機票錢就夠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旅行在排行程 他不能變客製化 就變客製化 他要買什麼 他會告訴你 我要買什麼 買什麼 買什麼 你一定要帶我去哪裡 哪裡 他不會參加 你說我的特定的 我要去買二手的 那個精品 那哪邊有 我要去買酒的哪邊有 我去買什麼電器的 三田電器 或那個比克卡拉 你一定要帶我去 菜單都列出來了 甚至說二手店 陽平買館 他也買去 人家去買什麼 買一輛腳踏車 法拉利的腳踏車 三萬多 貨幣才一萬多塊錢 我說你買一輛車 你要怎麼撞下去 他說台灣沒有進口這個 法拉利腳踏車 你聽過法拉利的腳踏車嗎 後面說會不會那個貼牌拍攝 那時候我是去玩 我不是 第一次是去玩 然後去玩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會去逛一間 本來你去大阪東京 都會去逛那個金安的店 那這個店呢 他其實就是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可能棺材沒有 國會坦沒有 但是就是用品他一定有 還有電器 那那個時候去逛的時候 因為我就在想說 想要買一臺水波爐 因為他就是一臺抵多臺 微波爐烤箱 你要做麵包 連那個真的也可以 對 真的也可以 然後呢 對 真煮烤茶 然後你要做那個什麼 什麼雞 那個舒肥雞 他也可以低溫烘焙 所以所以我想說這個 我們之前一直在臺灣看 那我那時候買的是第一代 現在已經出到第三代了 現在一臺我看 網站上面在賣是四萬二 這個 四萬二 台幣 對對對 第三代 那可能功能更強吧 那我那時候是去買第一代 那時候在臺灣看是三萬出頭 那因為這個水波爐 他就是一機抵多機 就是監竹烤雜 你用贏的贏回來嗎 那時候因為你是臨時起義嘛 因為本來就想買了 換你發現說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有累計一定的點數 他有折扣 那你又可以退稅 所以買起來是兩萬三 他就差了快一萬塊 你就搬一下說 好像也沒有太重 二十公斤 沒有那麼重 有二十公斤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包裝 對 大概七八公斤 七八公斤蠻重的 但是他那時候就說 你買 然後我幫你送到機場去 那當然你也不是搬嘛 不是你搬啊 那只是多付一點錢嘛 我就讓他送去機場 那後來有常用嗎 後來就是沒有用多久 用不到一個位 他就派去了 這樣 他就其中有一個 真的功能不能用 那你想說 那這樣我要去跟誰講 再扛位去給他修理啊 對啊 所以我再去 就是去換水波爐 真的啦 因為他你在日本買 臺灣代理商是不管你的 因為保固不是在臺灣嘛 那在日本買 你就要有這個認知 所以我就真的又訂了機票 然後飛去東京 為了換這台水波爐 然後因為 舊人要拿去換嗎 對 你去換 你要抱著他去 對 保固期間 他是可以讓你換的 但是他就不幫你送了 於是你就要搬著那一台 然後搬 搬到機場 那時候就是有 你有沒有先聯絡一下 有請會懂日文的朋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溝通 他就去溝通好 就說好 你就是什麼時候來 他就挑一個時間 就飛去四個小時 然後搬到機場 兩個多小時 又再飛回來 你真的其他地方都沒去 你根本不會有心情啦 我跟你講你搬那一台 你要去哪啦 放酒店啊 放在酒店裡面啊 還好因為我男老婆是空姐 我就是花時間 可是我有那次經驗 除非那種小家店 因為他這個是一百一到兩百二 你都可以用 但是因為日本的頭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但是你有一個轉換頭 其實也就OK了 可是我覺得你買貴的 重的東西 冰箱我真的沒有辦法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